主席 主席 王主委 林董事長 各位列席的官員大家好 首先有請問王主委 請王主委 委員好 王主委好 首先我請教在問問題以前 我拿一個東西給你看 這本雜誌你有沒有看過 中國評論 我知道 你知道 我今天為什麼要拿這個雜誌出來 因為上次在課委會的時候 我看到我們的段昭偉 他拿了這一本 表示我們段昭偉 在這個對中國大陸思維研究 他很熟悉 但是我今天特別把這一份雜誌拿出來裡面 我給我們的王主委 我們的副主委 林董事長 其實這一篇 這個雜誌裡面 有很多關於民進黨 我們講歷經裡面的思想在這邊 胡莫協議裡面有三篇 他們到南部實地採訪的時候 那些觀點你把它拿出來裡面 你要去說他們為什麼要反對的道理 真正的道理在哪個原因 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們段昭偉 在課委會拿出來 那我在我們大陸思維會拿出來 把這裡面的文章好好讀一讀 其實這本雜誌有很多的觀點 是採取兩篇平衡觀點 好好研究一下 好不好 謝謝委員 那再來早上泡松隆隆 我相信你也曉得這樣的情形 但是泡松隆隆之中 我們的政務官你一定要擔當 尤其我今天看到我們的王主委跟林董事長 不憑不坑 那在兩岸的關係啊 在你王主委林董事長 已經走向越來越良性行法的關係 但是你們隨時都只在炸彈 這是失水區裡面 所以我今天為了台灣要再開創未來的前途 台灣要一片天地 台灣要像以色列人一樣 到世界在政府這種雄心專注要打起來 所以我一直鼓勵你們 忍耐負重 不是我國語不好 因為這個時刻很敏感 我講忍忍負重的時候 等一下他們又罵我 醫生又不給你們通過了 但是忍耐負重 切切實實 把台灣的經濟搞起來 那在上會期的時候 有幾個重要的問題 但是一而不解 仔細地看了一些問題 第一個 我請教主委 台灣在大陸認識的學生 現在有多少人 呃 這個部分 大概八千多人 大陸來台的現在有多少人 目前學位生大約是三千多人 如果不含交換生的話 不含交換生 所以在這裡面 你上年度 主要就是把陸生 納入全民健保這個議題 那我們所要求的 就是要平等護衛 對 那現在大陸他有沒有這麼做 有 委員上個會期就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也提醒我們 所以我們跟陸方在協調的時候說 如果台灣要推陸生納入健保的話 我們希望看到大陸對於台生 在大陸念書也能夠納入醫療保險 那最近的發展就是 國台辦他最近有一個訊息說 從今年九月開始 在大陸念書的台灣的大學生 也都納入 全部 以前是只有在福建廣東幾個特定的地區 現在是全面納入他們當地的醫療 這個城鎮醫療保險 所以這算是他們對台灣的要求的一個善意回應 好 王志偉 我找到看出你有這種能力 你外表柔柔的 內心非常堅強 跟我們林董事長 常常跑大陸才有這樣的成績 所以我們 有八千多人跟三千多人 好 我們以小換大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對的 而且平等護衛 也表示台灣是民主豪肚 你進來 我就把你保障在 這也是民主的象徵 永遠記得 不要只想起人家不給人家 歷史的教練教訓我們說 必予以起之必先給之 我們以這種開放的態度 台灣還有能力承受這個 把這個事情完成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第二個 就是啊 大陸新娘 來台 嫁來台灣 現在我解了很多的 存情案裡面 那 以前大陸來台灣說嫁來的時候 台灣當初有錢啊 大家想要過來這邊 但是 現在的情況幾乎反了 幾乎都是年輕一代的自由戀愛下來 對 大概在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 那你說要把這個 那國民的連線 把它縮短下來 但是反對黨說啊 他們來了 投票都會投給國民黨 不會投給我們民進黨 我要實際講出來 這種思維要去打破掉 年輕的自由戀愛 大陸來到這邊 現在不一定看來台灣的災散啊 那你這個一定要把它 把它突破掉 如果二十歲到四十歲 之間的結婚沒有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結婚 假結婚的話 你應該要積極的去推吧 平等 跟外配要 再來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的習務 沒錯 對 好 好不好 再加想一下 就像那個 陸生那日健保 爭取台灣的家日健保 好不好 好 謝謝 第三個主題 你講大陸服務社辦事室 當時我們內政委員會 當你的背景 當你的屁股 說要人到貪視前 這一方面 你有沒有再繼續的爭取 有這一方面我們持續跟陸方講說 有沒有辦法給人到探視 這個是一個 互設辦事機構 能不能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而且我在很多場合 我也呼籲 好 陸方就是說要體察 這是台灣不分朝野 大家都希望 因為我們是重視自由跟人權的社會 再加強 好 現在你有連續的 這一點在內政委員會 在整個台灣非常重視這樣 一個人權的平等 法律的一個平等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希望你會成功 再來 現在再談福報協議 是 那福報協議有兩方面的話 剛剛拿了雜誌 但是你們一定要堅持 現在整個國際社會 是一個僵重的社會 一個開放的社會 中國大陸的擷取 我們絕對不能忽視 美國不敢忽視 日本不敢忽視 歐洲不敢忽視 現在台灣有一個區分 阻擋中國大陸進來這邊發展投資的話 就是賣台 就是不愛台灣 但是我們所有的持見我們完全不一樣 我們面積小 我們人口少 但是台灣有競爭的優勢 我說台灣人很可憐 像有什麼名字 有錢的地方往那邊算 我們要合法的管大 雖然罵聲連連 但是我比較一下的時候 但你們都沒有提出一點 台灣所有說 中小企業區那邊 我們台灣沒有今年的支持怎麼樣 當然我們台灣的金融開放 到大陸的時候 去支援我們那些台商去那邊走上 我們就有辦法打 不然台商要在中國大陸借起來會很困 是 這個我們要把它造成良性的情況 不要委屈了中國大陸的進來 我們要再賬 第二孫 我們台灣的創業精神要拿出來 不能太保護台灣了 聖幹部跟人你好而已 跟人你要不要給人 比較競爭一定要拿出來 所以這一段時間的事事會 會不會大家攻擊你 很多的時候 你要把表列出來 好在哪個地方 壞在哪個地方 我們要清清楚楚的說明 所以我有時候看到報紙好像一面倒 好像台灣如果中國大陸進來 就要淪陷了一樣 那個市場大 台灣是小辣椒啊 很行的鼓勵世界好不好 這一定要去說服 我真的很擔心 雖然罵了很多 大家不要進來就好 你要去進去人家 你也不讓一點 而且人家 很公平的大家在討論事情 不要把那麼黑話 說我有時候 紙張一點的 在報告那個 趙偉 現在有兩派的教授報紙在寫 有一派寫著說 這個台灣會淪陷 有一派寫著說 這樣子會強盛 由我們立委 指著一個團 來互相溝通 互相辯論 我相信事理越變越明 無可迴避 面對事實 解決事實 不是擋著他來 叫愛台灣 我們很了解 我們自己 不要為了選票 所以你多多加油一下 好不好 謝謝委員 還有啊 還好 你沒有漏氣 我記得陳軍邁委員說 如果你跟 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台辦主任 見面的時候 你說沒有互相知乎 步子不見 對 這次你到澳門 到 打到印尼去 稱你為王主任 你叫他什麼 我叫他張主任 他叫我主委 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他就是我們一直在講嘛 就是說互不否認自權 這個 大家各自爭議 但是互不否認自權 但是這個很敏感耶 所以他們 不可能你把他打成了 所以他們 這樣被修理 所以他們 這個 內部大陸也是有很多壓力 也是有很多壓力 但是不可諱言 APEC這一次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如果這樣出了 澳洲 澳門已經成長 香港你去的話 會不會這樣出風 當然會要求 比照辦理 如果他來台灣的時候 在外面講 在台灣他不敢講 怎麼辦 他目前並沒有說要來 其實這個問題 你們敢講就算好 剛剛我聽到幾位我們的委員 在發言彰顯的問題 這是國取勉感的問題 代表著 互不承認自權 但互不否認自權 這個表示出來的時候 答了說 其實他們很勉感 但是要記理力稱 讓大陸人了解中華民國 如果大陸的國旗過來 我們也不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且 我們以小 我們要互相比較 大家很台灣的心 開放的心理去處理這樣的事情好不好 我們會努力 我還不太知道 其實你很有進步 你能得到這個 春夫妮指認 已經是一大突破 但是我有一點不懂 馬總統的話 請你來闡述一下 他說我們跟中國大陸 不是國際關係 我幫我們闡述一下 因為我們 因為你還是很難嘗試 還抓不準總統講 不是 是因為憲法就是這樣規定 因為我們的憲法 就是把中華民國 分成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大陸稱為另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官員 您也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從憲法就是這樣子來分的 越高層越會玩這個 因為你談到國際的時候 你談不是國際的關係 變成國內的關係了 所以 因為他不是國際關係 不代表他就是國內關係 不能這麼講 憲法不然的 你這樣解釋大家明明誤誤 以後要講清楚 你說很混雜 國際又有什麼 國內的關係都有 大家就知道你要做什麼 因為一聽到國際 不是國際的關係 就是像國內的關係 這個結束 有些顏色不是說只有黑色跟白色兩種顏色 事實上還有可能有別的顏色 所以並不是國內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黑色了 黑加抬就黑了嗎 我們是一個特殊的狀況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所規範出來的狀況 就是一個 又沒辦法把大陸稱為國際關係 又沒辦法把它稱為國內關係的情況 那個 王志偉 林董事長 忍耐一下 好好加油 保護台灣 為台灣爭取最大的權益 我曉得這段期間的大家壓力很大 但是 如果你把各種雜誌報章之外 台灣未來會面臨的問題 尤其日本 韓國 中國也在簽 FDA 那 東南亞 中國大陸也在簽 那這種狀況 到最後的演變 會把台灣守在一個地方 好不好 忍耐一下 突破困難 謝謝委員 為台灣立下成功 為台灣再創造發展的機會 好不好 好 加油謝謝 謝謝